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 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 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 公元762年4月 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 史书记载 流放在外的高丽师 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 吐血而亡 李隆基离世后第二年 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但是,对于大唐帝国而言 噩梦才刚刚开始 盛世已成过眼云烟 七风苦雨笼罩着整个帝国 大唐的江山在风雨中飘摇 安史之乱以后 大唐县代的皇帝都住在大明宫 大明宫依旧雄伟壮丽 但是,但皇帝的心情与以前相比 却大唐县却大为不同 安禄山虽然消失了 但藩镇割据却愈演愈烈 大唐县代的宫依旧 从唐县宗后期开始 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 安史之乱以后 藩镇的实力 非但没有削弱 反而日益作大 藩镇的长官 节度使飞扬跋扈 眼中根本没有朝廷 公元805年 李纯登基 他就是大唐的第十二位皇帝 唐县宗 离节兴的朝会之后 唐县宗留下自己最信任的宰相 武元恒和御史忠臣裴元度 年轻的皇帝满怀激情 渴望恢复祖先的荣光 唐县宗继位后 大明宫中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 开始影响帝国的命运 这就是盐英殿 盐英殿在宣正殿的西北方向 是一座普通的便殿 唐县宗时期 盐英殿开始代替宣正殿 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心 能够在盐英殿与皇帝讨论国事 被大臣们视为一种荣誉 盐英殿宗时代替宫殿 蝎世朝廷割据一方 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啊 大唐率落到如此地步 朕愧对于祖先啊 二位放心 朕已下定决心铲除那些木无钢技的藩阵 五元恒和裴元度力主打击藩阵 唐县宗希望在他们的支持下 彻底铲除那些肆意妄为的节度时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 变革即将引来一场杀身之祸 公元815年的夏天 阴雨连绵 非同寻常的寂静 似乎酝酿着不祥的变故 六月三日的黎明 宰相五元恒 像往日一样走出家门 前往大明宫 灾难就在这时候降临了 翻阵派出的刺客 暗杀了五元恒之后 从容撤退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 通向大明宫的上朝之路空空荡荡 暗杀事件极大的震动了朝野 帝国的官员心怀幽惧 躲在家中不敢上朝 大明宫一片死寂 为何没人来上朝 史书记载 兵部的一名官员向皇帝哭诉 宰相在路旁被人杀害 凶手却逍遥法外 实在是亘古未有啊 这是唐朝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 阎英殿中的唐宗 孤独一人 悲痛欲绝 在大明宫的北部 有一座壮观的道教建筑 三清典 三清典是大明宫内 等级最高的宗教建筑 它坐落在一个 十四米高的大台上 由平地筑起这样大型的高台 在高台上修建宫室 这是大明宫中唯一的一处 自大唐建立以来 道教就被尊为大唐的国教 中唐一世 李氏皇祖大都是虔诚的道教信徒 唐宪宗李纯也不例外 变革之路充满了艰辛 在惨痛的现实面前 复兴大唐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 晚年的唐建宗 沉迷于道教 开始追求长生不老 理想逐渐远去 道教追求的神仙境界 或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根据唐代的史料推断 唐建宗由于大量服侍道士的丹药 最终中毒而亡 明月出身 壮观的三清殿 也无法掩盖大唐的凄凉 安世之乱以后 除了跋扈的藩阵 宦官也逐渐成为大唐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唐玄宗之前 宦官的地位很低 自唐玄宗以来 受皇帝宠信的宦官开始越权 逐步干涉朝政 公元835年 迫不得已的皇帝制定了废除宦官的计划 但是计划却被人泄露了 宦官开始报复 屠杀降临大明宫 在宦官的指使下 五百名禁军 闯入宣政殿西边的中书省 逢人击杀 六百多人死于非命 丧心病狂的宦官 命人关闭了大明宫的宫门 又有一千多人被杀 更多的人随后被牵连致死 这就是大唐历史上 令人发指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以后 官员空位 大唐的朝纲形同虚设 大明宫空空荡荡 在阎英殿的西边 是宦官工作的内侍省 中唐以后 内侍省的宦官 不仅掌管着皇家进军 而且经常把持朝政 他们不仅可以费力皇帝 就连皇帝的性命 也控制在他们手里 在大明宫太叶池的东南岸 有一座广阔的庭院 叫青丝院 史书记载 青丝殿曾安装了三千片铜镜 耗费了十万黄金和白金箔 帝国朝不保夕 但大明宫中的宫殿 却越来越豪华 在青丝殿的殿前 有一处宽阔的马球场 对于嗜好击打马球的唐锡宗而言 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玩乐之地 公元880年 当皇朝的起义军 向长安挺进的时候 唐锡宗正在青丝殿 主持一场耸人听闻的独局 四名高级官员即将外放 每个人都想去附属的地方任职 唐锡宗决定 用马球比赛的方式 决定优先选择权 第一个机球进洞的人 将去最附属的地方任职 这就是大唐历史上 臭名昭著的机球赌三川 在中国历史上 用这样的方式任用官吏 确实本所未闻 唐锡宗喜好马球 由于皇帝的偏好 很多不学无术之人 因球技高超而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力 曾经成就了大唐基业的科举制度 早已败落 帝国的官僚体系 已经是千疮百孔 公元880年的冬天 皇朝的军队攻占通关 长安已尽在咫尺 在心腹宦官的挟持下 年轻的皇帝离开大明宫 逃出了长安城 像一百二十年前的唐玄宗一样 唐锡宗也是一路向西流亡属地 皇帝逃走之后 长安城一片大乱 军队及百姓争先恐后 闯入皇家府库 大明宫又一次陷入血雨腥风当中 公元880年12月初五 唐锡宗逃走的当天 皇朝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长安 铁甲骑兵形如流水 络绎不绝 皇朝年轻的时候 曾经来到长安 参加科举考试 考试虽然没有结果 但长安的繁华 给皇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皇朝写过这样一首诗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近代 黄金